童话姑娘 在遥远而美丽的天国 有一个四季长青的大花园 据说那儿的太阳永远不落 自古以来 这个国家有想象女王统治者 想象女王仁慈宽厚 她听说人类勤劳善良 就给她们送来了最珍贵的礼物 让她们生活得更快乐 自从美丽的女王 在尘世间的大地上走过以后 人们才在劳动中找到了快乐 在艰难中尝到了生活的甜蜜 为了造福人类 女王又把自己的孩子 一个个派到尘世间 女王的孩子天真可爱 美丽善良 她们都不亚于慈爱的母亲 童话姑娘就是想象女王的其中一个漂亮女儿 一天 童话姑娘悲伤地回来了 她告诉女王 我多么愿意和人类来往 多么愿意无拘无束地 她们坐在穷人的茅屋前 好在她们劳动回来后 和她们闲聊一阵 从前她们看到我的时候 都会友好的伸出双手 欢迎我 当我离开的时候 她们会微笑着 心满意足地目送我远去 可是 最近的情况 却完全两样了 人类 人类受了时髦的诱惑 不再喜欢童话了 还设立了 看守 不准童话入镜 女王笑了笑 没有说话 她送给了童话姑娘 一件美丽的外衣 女仆们 给漂亮的童话姑娘梳理长发 在她的脚上 系上精良鞋 然后把外衣 披在她身上 叫她去找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给她们送去最美丽的童话 让她们的生活 充满色彩 充满快乐 女王对女仆们说道 童话姑娘来到城市 走到孩子中间 放出了优美的童话 孩子们看到眼前涌现出 一幅幅优美的图像 骑着骏马的商队 打扮漂亮的骑士 沙漠上的帐篷 掠过惊涛骇浪的飞鸟和船只 寂静的森林 喧闹的广场 所有的图像全都生龙火虎 五色斑斓 孩子们非常喜欢童话姑娘 童话姑娘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陪她们快乐 陪她们成长 从此 人间又有了美丽的童话 世界开始变得纯真可爱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